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9月13日 奥沙辛拿有利可图 周二凌晨 西甲继续友好戏上演 爱美丽亚将坐镇主场迎战奥沙辛拿 爱美丽亚经济开局表现并不稳定 而且球队作为升班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此番面对开局状态出色的奥沙辛拿 爱美丽亚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爱美丽亚上季荣获西以冠军 球队依靠的就是强悍的防守 但西甲始终要高出一个级别 这时候爱美丽亚就需要重新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 前四轮联赛战罢 爱美丽亚只得一胜一和二负的战绩 击败西维尔的比赛绝对振奋人心 无奈上轮布迪华拉杜烈就有点打回原形的感觉 而硬朗的防守经济在爱美丽亚身上并没有这种气色 前四轮常常都有失球 另外 攻击手乌马沙迪基在转会窗林进关闭前离队 导致球队再无时间找到合适的替代者 如今封线上就只有拉马萨尼孤军奋战 对于爱美丽亚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此番面对开局表现更为出色的奥莎辛拿 爱美丽亚还是难尽厚望 阵容方面 中场甘沙路美里路等人因伤倦情 奥莎辛拿开局表现则令人出乎意料 四轮联赛取得三胜一负的成绩 上轮联赛鲁宾加西亚的绝杀入球更是振奋人心 在阿拉莎迪的带领下 奥莎辛拿过去三个赛季都排名联赛中游位置 对于一支平民球队来说 这已经是相当理想的表现 而今下转会窗球队只进行小修小补 罗志一下拥有西甲经验的球员 基本保留整个战术体系 稳定是奥莎辛拿开局能有如此出色表现的原因之一 奥莎辛拿是一支倾向于踢防守反击为主的队伍 快速反击成为球队得分的主要手段 艾斯基尔艾维拉和爱马奥路斯这两匹快马的表现值得关注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